诶好吧好吧你听你你现在突然紧了好吧可以吧还是那个突然变大了我也不知道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部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258集的节目今天的话呢来给大家做目前大家给我留言最多人希望我先开的这个玩具那是3Series第68号的Leadfoot冠牵脚来自于变形金刚第三集战略里头的雷霆拯救队原则上呢怎么样看呢这个家伙呢都有老大的气场啊 我一直认为他应该是这个小队的领导人物吧我们可以从这个盒柜来看啊其实他的一个眼睛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外面有一个水蓝色的墨镜啊是个非常粗暴的一个家伙从电影里头的表现把这个狂派啊生吞啊不对就是生生拆啊拆了然后还把它好像还把它啃了一样啊那么这个的话有一个车商的一个这个授权的一个贴纸非常漂亮包装盒来讲的话就多了这几个这个GM的这个logo之后啊 就收藏价值还是比较高的这盒子千万不要乱丢啊然后呢啊我这里看了一下他这一代啊大腿这个地方呢有上了一个银漆但玩具的实体是没有的那这个玩具的官图跟实体 不符合呢也不是一次两次了那这一次的盒绘呢比较有点意思啊你看到没有啊一般来讲的话呢是啊这里这个图跟左右的图呢通常呢啊会有两个一样但是我看了一下他好像三个插图都不同啊分别给予他这个是这一侧的脸 然后这一侧的脸跟一个这一侧的脸反正都不一样啊所以这个盒绘我觉得是比较有诚意的那包括里头啊这个人物非常有机械感的轮胎啊什么这些都是属于阵阵电影前三部才有的一个特色 那么这款的玩具呢我今天的话呢就不拿出老模具做对比了因为我没有老模具的正版啊那个曾经是标到一个天价物的家伙呢 如今应该也是被请下神坛了啊第一是因为之前的话有一个KO版再加上梦工厂有一个放大版那如今的话呢再加上这一款之后呢相信那个老模具的价格就比较不会那么夸张啊 但依然还是很贵那因为没有那个正版做对比我们也就不特别做比较了啊我们单纯来看这款玩具了首先的话呢他几乎没有什么很大的毛病偷教的部分可以说 呃唯一最明显就是这一代非常非常明显除此之外的话呢他的完整度可以说是非常的高包括背包也比之前旧的模具呢感觉小了很多变形的结构呢也比较简单那整个最大的一个改变应该是这个肚子吧因为这个家伙呢在呃电影里头的话他是两片啊这里有两片会晃动的这个像是游泳圈啊这我讲的游泳圈是肚子很胖的游泳圈但这一款的话呢他是直接是一个整个车头啊非常完整的一个呈现在这里身上的涂装细节也比较丰富一点 是颇有真正系电影的一个感觉但实际上的分色的话呢还是可以再做加强啊如果各位愿意的话呢就再给他多做一点点缀吧那么眼镜的话呢并不是一个透明部件他是单纯另外一块的一个部件那这个配色来讲的话呢还可以啊虽然感觉好像稍微暗了一点点那身上的话呢球形关节用的比较多啊这一代 还有这个大腿这个内部球关的一个大范围使用啊可能是比较会造成他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比较松一点我可以感觉到应该预期来讲应该是跑不掉的那身上的一个拔插武器的话呢是肩炮那肩炮的话呢是和会的话好像是在这一侧了但是我觉得这一侧 也不是不行啊但是主要是这一块凸啊是比较靠近内侧那为了一个方便这个头部的可动什么我是习惯把它装在这里那以及两手上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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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枪那这个机枪的话呢除了扣这里之外呢你也可以扣在后面这边啊但是呢我感觉呢我这个扣到后面的话感觉是稍微偏松一点啊玩具偏松不是我偏松再来是他的一个导弹的部分在这里啊这里有一个这个三枚这个发射弹这个发射弹的话呢 扣到这里的话呢需要留意一点小技巧就是这一块部件看到这这一块部件啊这块部件是压在黑色的这个导弹的上面的就是说扣的时候呢是这里你注意一下这几个相对的关系这个导弹扣在这然后这个盖板呢是压在导弹上面后面这一块呢也是压在导弹上面啊这样子的情况下这个导弹呢才能够很完美的扣得很稳如果你不是这样扣的话呢基本上就比较松一点而且他扣这个导弹的时候呢我会建议把这几个部件都解开 用力把它摁下去之后呢再把其他的部件再包覆过来那这个导弹你装在这里的话呢对于这里的一个造型的空洞来讲是有非常大的加分的一个填补效果啊请建议啊强烈建议还是只把它扣在这儿虽然你也可以考虑去扣在好像类似其他的地方啊但是绝对没有扣在这里来的效果怎么样的一个好 那在变形的时候呢变形成人的时候呢啊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拉开的一个关节这里啊这个地方起的这里有一个往外拉开的这个关节这个关节会比较容易忘记因为你没有把它拉到没有把它这个两腿扩开的话呢他一样是可以完成人物的变形但是身高来讲的话会高上一圈啊那他的一个腿的可动比较差一点啊啊虽然有外摆内收这里有一个双动关节但是呢没有一个接地的一个关节这是比较可惜的那人物的话呢一个高度来讲如果你是把它给这个整个变形 进行到一个位的话呢我们这一集的话呢先跟这个Lobust做个对比就好他会明显的会比Lobust要矮一点点那体格的话呢两者的对比我觉得是蛮正确的甚至以造型来讲的话呢毕竟还是Haspo自己一家的啊看起来是真的是蛮赏蛮赏心悦目的以及呢他这一款的话呢算是比较有诚意一点他把这个过去在电影第三集的时候呢这个什么狗啊这个一个电影里头好像也没出现了这一个家伙 我呢做成了一个小小的一个配件啊没有其他的一个可动都没有那这一款的这个小配件这个狗的话呢啊在过去的话呢是在第三集的话呢Deluxe等级是没有的他是在Human Alliance就联盟级或者叫人车组里头才会附带不过人车组那个是会有其他的一个可动啊这个就直接就是一个配件只是就是一个配件而已那细节各位给各位展示了除了背上这个银色的这个排气管吗还什么之外也就没有其他的涂装了啊 哦不对眼睛有了眼睛有个水蓝色的涂装基本上做的还算蛮精细的好那这一款的话呢原则上呢以人形态几乎没有什么毛病啊配色也是算算好看了啊这个如果你愿意就稍微干扫一下也就会非常漂亮了那我们来示范一下他的一个变形过程啊非常的简单已经简化到是嗯我觉得是成功的一个简化了啊啊这些部件的通通都要拆下来那变形的第一个步骤呢我们先把这一个啊他这里啊 这里这块部件跟前面是有个突跟到这个结合这个地方那其实扣不进去也没关系因为呢这个导弹一旦卡进去之后呢他几乎会把这几个地方的相多音位置呢几乎都卡的差不多啊原则上已经也不太会松动了啊这一点是蛮不赖的那我们就先把它给打开那导弹可能会因此而掉下来这也无所谓啊因为毕竟在打开的时候呢会跟其他的部件呢去做到一个一个一个去一个推到推几到 那干净就把它也拔下来好这个整个部件把它给放下来拔下来的时候你刚刚会卡住就是因为这些导弹啊这几个导弹是会去影响到其他几个部件那也因为这个导弹他把它卡得很稳啊所以这是好的啊还是要赞美一下那变形的第一个步骤呢就是把这个头往后面推啊头往后面推不要头不要转180度不要转不要转往后面推然后呢这两块部件啊就往后面包覆过去这个时候呢这块部件的话这块部件的稍微往后面推一点点 那这把直接这个头给收进去这个部件都往上面按下去这个变形差不多变完了整个这个家伙的变形只有头部的变形是稍微需要讲解一下其他几乎都不需要讲解了不需要讲解了后面打开 部件翻出来然后这个部件就往下面搓上去这个头的话直接往这里缩进来缩进来那我刚提过啊如果你的头呢刚转180度的话呢头的五官会塞不进去倒说反的这个车车子的这个引擎盖的部分呢会凸起来所以头就不要转 180度了再来的话把这整个部件往后面放再来把这个地方呢往下面拉直拉下来这里也是一样往下面拉下来腿的话非常简单直接了当的呢这样子压下来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呢先进行手跟脚的结合手的结合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个拳头弯进去的没有没有什么好提的这个部件呢往下面下来这个42直接转到靠外侧这个部件的二头肌这个地方转到内侧来这里有个凸啊 跟这个啊这个脚后面这个凹做一个结合这个呢我们先把手脚结合好这里扣过来然后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先把这个部件从这个地方翻折下来42呢就会刚好到外面然后再旋转这个二头肌旋转过来拳头呢给收进去 然后呢这一侧两边前后做个结合这样子扣进去啊非常简单啊这扣进就行了最后的话呢就是把这个两个后面结合以及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两侧各有凸这里这里那我们两侧的这个内部都是有一个洞的啊就直接的呢把这个后面的尾翼呢包覆起来之后呢自己呢也顺便做一个结合 这样一来的话呢整个车子的结构呢就完整了那这个变形呢基本上呢也就算是完成了啊再朝中间的话呢做一个简单的严丝合缝的一个推挤啊这样子的话呢变形呢就算OK了啊那其他的部分呢就是把这个我们先试一下它的一个混动性好了啊混动性没什么问题啊可以推得动但是的话还是有一点点拖地啊有一点点拖地啊这个轮子好像这个轮子有时候碰不太到啊 这证明一件事情啊那就是你不需要四个轮子三个轮子你也能动啊是这个概念吗啊行吧不过有点吵啊表示这个下方可能没有变得很到位不过也无所谓了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把这个导弹给放上去那扣的时候呢它是上下有两个洞但是我们实际上是以扣下面那个洞为主啊扣下面这个洞把它给压进去我们在变成人形的时候呢也是扣也是扣下面的洞你扣上面那个洞的话呢应该是没有办法顺利把它扣好因为旁边的部件呢 不允许你有空间呢把它给扣上面那个洞啊应该是这样子啊好然后呢两侧这个机枪就扣了两侧啊不过我手上这款觉得有点松了你看 哎好吧好吧你现在突然紧了好吧可以吧还是那个突然变大了我也不知道啊就是可能有温度吧就感觉都变大了啊然后两侧扣起来那最后就剩下上面这个机枪从这里扣下去我们的这一款这个 Leadfoot冠前脚这个Series的一个68号呢就完成了它的一个变形了啊是一个武装型的车辆啊武装型的车辆这个deluxe等级的武装型车辆 应该珍惜度会相对比较高了第一还是来自于第三级的时候呢啊deluxe等级呢是一个天价的稀有物大家可能都没有那那这个human alliance的话呢又刚好是非武装车的形态 而在呃这个legion级的话呢是武装车但是体型太小了啊没有办法再跟这个叫我去相比一个霸气度啊所以在这个呃这个武装车的这个红色的这个nasca赛车的话呢就会显得非常的稀有了那滚动性的话刚也跟各位展示过了轮胎的话呢上面也有这个车商的一个应该广告商的一个logo了啊那整个武装到牙齿的一个形态从上方来看那两个很巨大推进引擎 双方的细节什么都还有变形呢也是非常的简单那整个玩具的话呢呃如此简单的几个步骤呢就把它完成了人形跟车型的载呃载的一个转换我个人的话呢还是比较喜欢这一款玩具的啊那作为一个电影控的话呢我本身就对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抵抗力了 再加上确实还是不赖的一个表现个人比较推荐一点如果情况允许的话呢就把它纳为这一波的优先收藏吧那今天就跟各位进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收看啊呃下一期的话呢我们再把其他几个成员呢一块的呢给大家做一个补玩了这下一期的话我们就呃来做这一款这个ok topspin吧啊那就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